人家这么逗呢 逗 你是说我脸上这个吗 不是这个 那是这个 你想什么脸啊 哎呦我天 你有功夫观察我皮肤 能不能回家带着孩子 你说的话 我没有孩子 你全都带着孩子 热热模孩子 你这是肚子 你把抓的全是知识 你这个人就不这么低 不这么低 对我就是面试没选顺 我需要你可怜吗 您肯定不需要人可怜哪 那也是我需要吗 您也不需要 您当帮帮我 我不需要你帮我 快让你给我气炸了 豆炸了 不好意思 让你失望了 他们还没炸 你状态很可静 你在这是不是没人闲的 对我这不就没找到工作 闲着了吗 怎么烈的呀 咱们能不能大肚点 大肚 你有什么东西大肚子 你这个饭店 十多黄 不是这样行不行 今天这顿饭 我请了我不收钱 为啥不收钱吗 我都说了我老有钱了 不是 不是你们这些人 这么有意思呢 说啥都往自己身上了 你们是不是忧虑症啊 我没有忧虑 你才忧虑的 所以 我忧虑 我不忧虑 我能开这解忧餐厅吗 本来我行我开个解忧餐厅 让大家在我的餐厅里 互相聊聊天 唠唠嗷 忧虑烦恼就不在了 谁知道你们愈演愈烈呀 其实想解忧很简单 怎么解忧 秘诀就在我墙上四道菜后面 自己看看去吧 这哪有这样的超超巴火的 一点不留气口啊给我 这是啥呀 倾诉倾听 对 乐观心境 没毛病 注意休息 对 方苏使用 对 等我这16个字 你能够行 这能行吗 还能行吗 忧愁烦恼谁没有 都有 都是暂时的 是不是 你们要学会换个角度看世界 生活才会更美好 不说别的啊 来 这是什么 杯子 杯子 在你们看这是杯子 在我看这是乐器 乐器 很简单啊 好 但是所有工作适合我 老板 既然我是个表演员 那我决定勇往直前 有理想 老板 虽然我脸上长不动 但是我依然很优秀 有了解忧餐厅吧 这一切丢头烦恼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解忧餐厅 今天正式成立了 老板 这么说我就正式的了呗 你呀 还是没说 老板 能不能往给我转正吧